全台規模最大的經濟公司鳳凰藝能 昨天晚上舉辦了春酒 包括資深藝人陳美鳳 還有影帝柯俊雄 以及新生代的演員 劉湘慈等等 五十幾位藝人齊聚一堂 讓現場是星光閃閃 藝人夏政宮前軍眾 以及林道遠 在台上扭腰白臀賣力 搞笑演出 氣氛超嗨 民視鳳凰經濟公司 舉行春酒宴 大家長陳剛信 也舉杯勉勵藝人們 新的一年在舞台上 持續發光發熱 藝人公司能夠 已經成為全台灣 第一大經濟公司 今年也好 明年也好 我們都有更多的喜 在東南亞 在日本 在大陸 在台灣 都繼續開拍 當然在座的各位 每一人都有機會 大家長請喝春酒 旗下藝人們全員集合 還大碗交換禮物 抱兵出席的資深藝人陳美鳳 火紅弟兄洋裝性感亮相 而且她還有備而來 我今天帶的禮物非常實用 然後我相信抽中的人一定會很喜歡 但是比較適合女生 柯鼠原 請鼓勵 陳美鳳的桃紅色行李箱 由一線男星柯鼠原爆走 限殺不少女藝人 會長另一個焦點 就是漂亮寶貝劉湘詞 黑色小可愛外搭薄紗 水蛇妖若隱若現 是一件不能吃飯的服裝 對啊 不能吃飯的服裝 因為我們吃完東西 胃一定會塗啊 所以穿這個衣服之後 就是原型會畢露 不讓陳美鳳和劉湘詞 轉美於千 產後付出主持春酒的廖家儀 也一席豹乳裝上場 看來身材恢復不錯 去年才加入鳳凰的影帝柯俊雄 則是首次參加春酒活動 是一個很憂慑的一個環境 在陳總帶領之下 我相信將來越來越好 老中青三代藝人齊聚熱鬧非凡 也象徵開春豪菜頭 藝人們將繼續把歡樂散播給觀眾 明星文來 林公海台北報導